所以in the shelter of your presence 指的是在主所同在的 他的这个护僻之下 在他的护佑之下呢 他把这些人藏起来了 OK 藏起来免于 you hide them 把这些人藏起来 免于hide from 避免他们受到这些 这些人坏人的这些 奸计 受到他们的阴谋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inegrity 就是罪过 那个sin的意思 inegrity的字 上次我们有一次谈过这个 这个是在第几节 in iniquity在哪一个字里面 哪一节的经文里面 我记不清楚了 我就是和这个intrigus对比一下 这个就是计谋 不能对比 这两个字完全不相干 不能对比 OK 不能对比 一个是尖诈 尖角激诈的阴谋 iniquity不是那个意思 OK 谁找一下好不好 找一下 找到iniquity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再把iniquity再讲一次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下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待会再讲iniquity iniquity跟sin是有关系 但是不一样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 谢谢了 好 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个 找到那一节的时候 好 这个transgression transgression跟sin 很不一样 transgression就是指 一个人越界了 OK 他他超过了 他所能做的 比如说这个范围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做一个学生的本分 我现在已经超过学生做的本分了 我去打人 或者是我对老师不礼貌 这个完全就是越界了 对不对 不是我学生的本分 该做的事情 这种就是属于transgression 而这种不在自己的本分里面做的事情的这种过犯 我们叫transgression 那你知道transgression跟sin比较起来 你马上立马就可以知道sin是很严重的 transgression没有那么严重 transgression就是一个人有了过犯 有了过犯 OK 好 transgression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过犯罪或者是做不对的事情 但是每个字他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 transgression这个字就是从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本分该做的事情 我们越界了我们做不对的事情 有过犯的时候 我们叫transgression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刚才那个同学说的 这个名 所以我们看 transgression跟sin是不一样的 OK transgression本身的意思 我刚刚有讲说 transgression是指越界了 字面的意思是越界了 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你做了学生不该做的事情 你做学生怎么可以去打老师呢 假设啊 你做学生怎么可以讲老师的坏话呢 你做学生怎么能密告老师呢 假设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话 那这个就是transgression了 他做了超越他本分该做的事情 这是过错 叫做transgression OK 所以transgression跟sin 这两个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sin指的就范围很大 凡是神眼中认为不喜悦的 神认为是犯罪的就是sin 但是世俗不一定会判他罪 不一定会判罪 OK 不见得会被判什么 关个五年关个十年 不见得 这个sins的他的标准很高 很多时候是指道德上的问题 在神眼中看来 这是不道德的 这是有罪的 这个就是sins transgression就比较小的多 指这个人做他超越他本职 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过犯 越界了 过错 过错了 对 这个叫transgression OK 那如果你要讲fault 比如说我们讲fault fault fault是说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就带有讲话的人的个人的判断的个人色彩 他做这件事情不对 这个是一个fault 是一个错的 对不对 transgression的角度呢 跟fault有点不一样 transgression强调的是 他做了他本职不该做的事情 越界了不该做的事情 是transgression 所以他打老师 比如说他打老师 这肯定是个fault 对不对 可是他做的是超过了 他作为学生不能打老师 所以我们说他是transgression 他有可能又是fault又是transgression 在神看来也是sing 对不对 有可能三个都有 是 是 我就是看了这个事情 有这个前缘 就是trans 因为那天我不是说transportation吧 这样了 就有 有很多事情 都是叫这个trans trans是有 有这个拉丁语的字根是有点他到别的地方去跨越了 比如说那个Jeffrey老师他的课里面的时候 他常常会讲一个transform 这个基督徒很多在讲这个transform 或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什么叫transformation OK 常用的东西里面 你们看过那个变形金刚吗 就是有变化的意思 他整个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什么 头这边加一块 那边加一块 那就是他的一种transformation 他最后可能变成一个飞机可以飞起来 或者他变成一个坦克车 可以在地上跑 假设 这个是transformation 但是基督徒 Jeffrey老师上的那个课 他的名字也叫transformation 他指的是什么transformation 他不是叫你们做成变形金刚 他指的是基督徒transformation 是什么意思 transform 转化吧 老师他是不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个意思 把你整个人从里到外给你怎么样 转变了 因为神的 因为神的缘故 你有了神的爱以后 你这个人就整个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这个叫transform 人生的过程 对 这个叫transformation 更新 转换 转变都可以 transform 有的企业给人家买去了 买去了以后 本来是做螺丝钉的 现在不做螺丝钉了 现在做 做什么 做做榔头了 或者是做别的了 这个企业整个的形态 transform 被改变了 所以transform 通常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像基督徒的更新一样 我过去是个罪人 对吧 但是我现在呢 我因为在神的爱里面 基督的爱里面 我整个人已经 整个从头到尾 侧头侧尾 我整个转换 转变了 这个就是transformation 如果你只用change 它已经change了 change就没有那么深刻的意思 change就是从这个变成那个 它本来是个许仙白娘子 一改变就变成一条蛇了 change transform是它整个从里到外 全部都不一样了 更新了 转换了 然后思想意念 transformation特别强调 从里到外的思想意念 统统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说 如果信了神以后 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是个新人 新造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意思 是不是更深刻 对吧 更深刻 更好了 所以 可能中间不是有transformation 中间有一个formate format 这个就应该是原形 就是形成什么东西 format 它是形成的意思 它有形成造就 转换 变了 对 然后前面这个trans就是属于 就是形成 就是转换 形成什么 trans一定就是change的意思 就是整个人变了 整个变了 对 是是 我刚才那个说那个transgression 还sing 然后还说一个integrity integrity我可能是记错了 这样了 那还有一个guilty呢 guilty Integrity Integrity是指很多种 中文没有办法用两个字 很单纯的去翻译 它包括很多美好的品德 Integrity 包括正直善良 联名 廉政公署也是一种Integrity Right Integrity 就是guilty guilty guilty guilty是罪 guilty是罪 罪 它跟这个sing 不一样 guilty guilty通常指的是人心里面自己觉得 I feel guilty 我 就负罪 负罪感 有那种 比如说我在外面偷人了 我自己觉得guilty OK 我觉得做母亲 我没有把孩子交好 我偷懒了 I feel guilty 我觉得有罪恶感 这个singguilty 是人的层次 人感觉的 sing是上帝的眼睛 来看这件事情 不一样 sing是上帝的眼睛看 上帝觉得你有罪了 从上帝的眼睛来看 这件事情你做错了 你有罪了 这个是sing OK so guilty sing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在法庭上的时候 法官问你 你认不认罪啊 Plaid guilty or no Yes Plaid guilty Plaid guilty 那个新加坡不是有一个女的 不晓得干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 骂护士还是干什么 对对 第一天上庭的时候 法官就认他 你要不要认罪 他问人家说 认罪是不是就可以减刑 他说他当然啊 对那个减刑是有帮助 他马上就认了 Plaid guilty 对不对 所以guilty就是 guilty是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 OK 或者是人的心理内心的感受 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没有做好 我觉得我很有罪恶感 内疚 guilty I feel guilty for something Yeah That's right guilty 我没有把孩子教好 I feel guilty 我觉得没有把人家的孩子都 都高头大马的 我家孩子都吃得不好 我觉得guilty 我做妈妈的 没有把饭做好 I feel guilty 人家的孩子都这个年翼力强 我家孩子不行 受干巴 I feel guilty OK 好 Guilty Right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没有问题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那个